歡迎小慧來到我們的 胖貓單位王林王子挑戰 一罐囉一罐了 太快了吧 天啊 1分57秒 挑戰10罐成功 帶你們去我的家鄉 彎林吃 蟲班小吃 超桌子 好吃到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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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這個是圓圓圓最強米糕 它的蟲很甜 肉汁超多的 你看這一顆泡芙 這樣一塊而已 我們要去吃 我以前打工的地方 水煎包 我高中三年 在崇石高公讀夜校 等一下會經過崇石高公喔 等一下這條路過去 我等一下比給你們看 我們等一下騎過去 就會看到我的母校 崇石高公 然後再過去呢 就會到我高中打工的地方 我高中三年都在那邊 煎水煎包 抱水煎包 早上一開始去就是切高麗菜 我的母校到了 沖石高公 我都是內設計的 我會畫圖 我只會樹苗 我不太會實體畫 一點點害怕的感覺 真的 我只要遇到熟的人 或是去過以前就是認識 有去過的人的地方 我心態會跳得特別好 我個人啦 我比較乖一點 到了 就是這一家 等一下 等一下 老闆吃久沒看 前沿林最好吃的水煎包 就在這裡了 那大姐我想要一個水煎包 好 那你要辣嗎 呃 一點點辣就好了 好 大姐吃久沒看 越來越漂亮 沒有耶 你還是一樣很年輕 謝謝… 好 謝謝 老闆吃久沒看了 對啊 你越來越漂亮耶 沒有啦 因為很快就有點打 比以前更帥了 是嗎 乖嗎 謝謝 而且工作能力也很強 其實我那時候很多 對自我要求都是在 這間店學到的 因為我一開始來嘛 有點 天生啊或者是 藍藍 對… 我自己不敢講 可是 也是老闆跟老闆娘這樣 帶我的 所以很感謝你 不會啦 那是你自己啦 你自己努力的關係 沒有啦 欸他們真的對我很好 因為我以前高中時 晃的時候 其實 精神有點不太好 對沒錯 可是他們那時候都會對我 就是 像父母一樣就是 關心啊之類的 所以很感謝 第一次去那個Costco吃那個 牛肉卷 那個 牛肉卷 牛肉卷是那個老闆娘帶我去的 然後 我們員工聚餐 去吃瓦城 第一次也是 很開心 很久了很久了 不可以在這邊喊累 喊累的話老闆娘 就會直接叫你回家 我那時候喊了累 然後就說 你去打卡這樣 他說 你既然決定要來上班的話 你就不要覺得累 因為這是你自己選擇的 老闆你吃到想會以前 以前之後他很會吃嗎 那時候還不知道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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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帶他去吃到飽 那一次才知道說 他這麼會吃 媽媽 我說 他你有看過他現在拍的 有啊有啊 老闆娘比較常看 有沒有嚇到 對 有點恐怖 好恐怖 妳的味道裡長在哪裡 有啊在這裡 魚有濃煙啊 那今天今天是老闆老闆娘 部門都會講說 那個 那個誰啊 在我們店裡搭了好久耶 老闆的水煎包還是一樣好吃 我吃一口就知道了 他們就是皮很薄 然後裡面的餡又很多 他們的滷肉啊 這是老闆娘在後面現炒的 那個高麗菜跟那個肉啊 也都是老闆跟老闆娘 從市場當天早上這樣叫回來 用最新鮮的食材做給大家吃 推薦給大家 好 老闆娘現在要不要臉 喔不要臉 可是有點快 我先洗手 我們今天做事先洗手 我先洗手一下 謝謝 老闆這樣辭過的為止 可是有點忘記了 喔謝謝老闆 老闆很貼心 就是這樣再這樣 然後再這樣 我記得沒錯了好了 然後從這邊 老闆娘還記得嗎 沒有可以耶 對啊 因為以前就是很忙 很忙的話就是時間取身 而且也不忍心看到大家都那麼累這樣 就會強迫自己一定要很快速這樣子 會耶 對啊 可以啦 老闆娘現在包著還可以嗎 可以啊 應該 可以再大一點了 好 老闆娘拿幾分 九十九分 對啊 謝謝…老闆娘太看得起我了 再大顆一點 我也會煎 我也會煎 我煎超厲害的喔 好 那我們就煎八顆 好 妳都自己排啊 好 沒問題 然後自己下水這樣 好 沒問題 可以了 我那時候記得要排的話是 從油多的地方排過來 差不多排這樣就好了 按計時器 八分鐘 我們再回來看 然後現在就是倒收東西 要來倒收 要把這個尻起來 這個尻起來就比較好洗 你們要小心喔 我怕噴到你們 等一下 你們都是麵粉喔 等一下 你們都是麵粉喔 那離 那離小會遠一點 然後現在我要來關心一下 我的煎包 差不多了 光掉一個火 滿厲害的嘛 沒有忘記嘛 OK啦 不要 不要焦掉喔 不會啦 就是 經過老闆的特訓OK的 好 就是以前打工的時候 可能會煎到超回答 會這樣之類的 就是慢慢累積這樣過來的 對啊 沒有啦 沒有啦 對 沒錯 不會 因為老闆在旁邊 我不會這樣說 漂亮的煎包 完成 我們 非常感謝老闆讓我們 今天這八顆 讓我們回去吃 好 這一顆我就 試試給大家看啦 老闆娘你好 老闆娘 你來啦 很漂亮啦 沒關係啦 快來啦 老闆娘太害羞了 可是老闆娘真的那時候 就是真的在我上班時間 真的對我很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 先咬一口 超好吃 味道完全沒有變 因為老闆特製的麵糰呢 煎起來就是外皮就會非常的酥脆 而且 就是吃起來都不會覺得有油膩感 裡面的高麗菜啊 吃起來非常的脆甜 我還推大家如果來的話 一定要點奶酥 因為奶酥煎餅的 奶酥呢 這是老闆自己做的 奶酥內餡 在別的地方吃不到 超好吃 幹的 好吃 下一站我們要去吃 超便宜的蚵仔麵糰跟酸辣湯 還有水餃 它是許多上班族跟學生的愛店喔 現在是一邊路邊攤 然後是 是真正的同班小吃 真的 因為我有時候就是 那時候讀高中的時候啊 就是放學覺得沒什麼東西可以吃的時候 我都去那邊買蚵仔麵糰 有時候遇到老闆快收攤了 他就會給我特別大包 這家就是最便宜的蚵仔麵糰 一碗只要 我不知道現在吃到多少啊 以前是20啦 哇喔 這是我們的第七家 超便宜的蚵仔麵糰 你看它的 它是真的有蚵仔喔 它一碗30塊 它不是平白無故的30塊喔 它是一碗真材實料這30塊喔 我已經在讓我口令了 知道的給這個公司 好 我覺得比我以前吃到的更好吃耶 還是因為我太久沒吃了 太久沒吃了 然後有些人吃那個麵線的話 就會加一點醋 然後它每個桌上都會放一點醋跟蒜 跟醬油讓大家搭配 還有香油 醋浪滷 加醋也好好吃 那現在一定是四塊錢 然後八顆的話八顆才32塊 八顆才32塊 然後店家都是每天現包現主 你平常都吃幾顆 因為我平常都是吃美味 然後我都會每一餐都買一點點 一點點然後回家一起吃 但是我曾經就有買20顆回家 然後再配一碗蚵仔麵糰 然後再去四處這樣到處買 它蚵仔麵線喝起來有點柴魚的味道耶 完食 好 下一家呢 我們帶大家去支援您超好吃的魷魚羹 GO 到了… 就是這一間普城魷魚羹 然後老闆娘妳好 妳好 那個我想要跟你點一碗魷魚羹麵內用 好 裡面做 好 謝謝… 好 就是像這一間啊 我特別推薦就是生魷魚羹 或者是魷魚羹麵 他們的魷魚真的是大塊又新鮮 又非常的Q彈 那等一下我們就趕快進去裡面做用餐吧 哇 這個就是 原來我最喜歡的魷魚羹 因為我為什麼會很喜歡 你看它這個 它裡面還有加一匙的那個他們的沙茶醬 然後還有 因為我都喜歡吃麵 所以我點魷魚麵羹 如果不喜歡吃麵的朋友們也可以點生魷魚羹這樣子 然後它魷魚喔 每一片都這麼的大塊 而且重點是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新鮮 這間的魷魚 跟饒河夜市的那個 第一名魷魚一模模一樣一樣 而且它加了柴魚所以變得更香 而且像這個一碗60塊啊 它裡面的魷魚我剛剛已經吃掉兩三塊了 你看還有這麼多 雖然它不是空包蛋 它裡面有許多的魷魚的料 然後它也加了一點九層塔去提味 就是這個味道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最很常來吃這一間 朋友說 叫我推薦什麼圓林美食的話 要吃的名單一定有這一間 因為我保證這一間不會讓大家失望 而且這一碗呢 其實它桌上還有醋啊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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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說 不用再因為這樣什麼塔味料 這樣三次就超級無敵美味了 完成 太好吃了 好 我們就等下前往出發到下一間 圓鄉圓鴨肉飯 GO 謝謝你幫我們介紹 不會啊 好吃才可以介紹 我上次看你真的好厲害喔 謝謝… 開心 到了 到了 到了就是這一間 圓鄉圓鴨肉飯 很… 肉肉飯吃膩的話 鴨肉飯 推薦給大家 之前也有吃過幾次 我覺得滿特別的 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進去點餐 GO 主食的部分呢 一定有來吃他們的鴨肉飯 再點個小菜你覺得怎麼樣 好 我們就點了三樣 我認得 我認得 露露姐 你還沒看你也是很年輕的 國二到現在 國二 對 國二 對 他怎麼這麼漂亮 他小會長大了 對 他國中 國中還是田徑隊的時候 露露姐那時候 就幫我們辦了許多的事情 1500跨欄 對… 然後你第五名 我都還記得 對… 那很厲害 可是那時候我全部覺得他會 那時候比較壯對不對 也還好 就是跟我一樣 你怎麼變白呢 我喝檸檬水 我們今天才在車上一直聊而已 我喝檸檬水 他超喜歡的 真的嗎 謝謝 不是 我剛剛跟他說 小會 我們去看看小會 就在原鄉園 很興奮 我真的是超喜歡小會的 謝謝 剛才沒出到我就很喜歡他 然後現在就覺得 台灣之光 原理之光 別這麼說 真的… 原理必吃的鴨肉飯 它每一塊肉絲 不是給你那種一吃一吃的 它是給你肉塊的 我覺得裡面那個老闆有拌一些鴨油在裡面 因為他們的鴨肉一點都不柴 非常的好攪 飯上面還有一些店家茲茲的燕魚鍋 先從鴨香寶開始 鴨香寶就是鴨的屁屁 就是鴨香寶特有的味道 我就再不多說了 我就特別喜歡吃屁股 可是屁股吃起來的油脂就是非常的棒 好 先給惠本吃一口 帶我們吃松阪豬肉 這個是老闆的招待 對 這個跟這個是老闆招待的 老闆的超好多 感謝老闆的招待 肥肉的地方好像沒有很多 有脆脆脆的 它的豬肉完全沒有什麼豬的腥味 這個豬肉比這個好吃 韭菜拌下水 這應該是肝吧 對 頭一次吃鴨的肝耶 好特別喔 脆脆的 喜歡它 喜歡越嚼越香 這一盤滷豬皮啊 看起來非常的厲害 然後它顏色都滷得很像焦糖色一樣 非常的軟嫩耶 你知道一個豬皮滷到軟嫩完全沒有那種 完全都沒有那種 像霜咖的空腳感 妳懂我意思嗎 它沒有那種感覺 它是入口即壞耶 好好吃喔 我覺得愛吃豬皮的直接不能做到這一道 感覺我家上的美食如何 吃完了 老闆娘 再用多少錢 沒有啦 有的幫妳買了 對 老闆買單了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 青春可愛少女風 知道 謝謝… 掰掰 謝謝 掰掰 掰掰 現在我們要去最後一家 我們全的 班淑寺的鴨鴨鴨 它是在原林光明街裡面的一隻鴨鴨鴨鴨 而且它開了很久囉 就是一種 一種香濤味的口味啦 夏天就要吃 麵麵 茶明湯 湯 今天大家不上 Essen ou g 人也在外面 臺灣茶冰真的很好吃 就是 很喜歡那種很單 Europe 然後加黑湯 然後根本尾 又加各式各樣的紅豆阿 綠豆阿 片了 納豆呀 negatively referred來 臺灣的味道 到了到了就是这一间方鼠式老店八宝银鸭冰这间银鸭冰非常非常的有历史哦它开了很久了而且现在都已经晚上了 排队的人还这么多 让我们赶紧来排队 今天有好多人认出我我都有点难为情 就不好意思的感觉 而且又听到说他们说我本人比电视上漂亮 我就更开心了 我自己说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这个传统的八宝银鸭冰好了 这一碗好像是35块钱 然后它里面就是很传统的就是创冰有很明显的那个冰块粒 然后它里面的料就非常的多样 有银鸭、大豆、红豆、绿豆、凤梨跟酣鸡 这是古代比很纯正的糖水 然后配上很单纯的料 太有奥乃耶 真的有回到以前学生时期 吃冰的感觉 然后夏天微微的风那样吹过来 很赞 很赞 而且这家木瓜牛奶也是打得很绵密 那个木瓜跟牛奶就融合得非常的融洽 然后这是我点的邪恶创冰 巧克力牛奶冰里面塞了一颗布丁 巧克力牛奶冰就比较甜甜一点点 巧克力也是我喜欢的味道 噢 布丁… 又幸福的布丁插结尾 哇哈 其实这间小麻糬啊 在冬天超级无敌热卖的 夏天也一样很多人来买 这是这间店的招牌 这是煮得很软Q的麻糬 然后再看到他们店的花生粉跟芝麻等 它煮得非常的弹… 非常的弹牙耶 而且它一点都不会粘口 拍一点这个怎么样 有人会这样吃吗 我不知道 我不会啦 嘿 有点变了 对… 你懂我的意思 真的吗 你知道它里面这个热热 然后外面有冷冷的感觉有多棒吗 它里面一样也煮得超级无敌Q彈的 每一口子烙都是料 它吃吗 口味的麻糬也超香的耶 耶 喂 会吃吃法 小明冰 幸福的味道 幸福的味道 他们家麻糬就是 你一入口你嚼没几下 它就画在你嘴巴 所以它在我嘴巴裡面 其实没有停留非常久 幸福的味道 幸福的味道 那就是今天就是从早上一开始去台中 大雅挑战 柠檬汁挑战到现在一整天 就很感谢 因为今天是大热天 也很感谢就是今天所有团队的人 就是也包括加入了骑机车的企划 不知道大家谁不喜欢 今天是介绍你家乡的美食 对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倒休停一下 喜欢吃哪一家美食 留言喜欢吃哪一样 最想吃哪一样 大家如果不知道来园林要吃什么 赶快打开 小灰就来吃 然后你就会 让我们今天这样的清单躲下来 赶紧快 然后呢 就是第一次这样在自己团队家乡 很激动的心情想要介绍给大家 就是更 让大家看到更多日常的小灰 可是今天其实这样一整天 录影下来啊 其实心情都是感到非常的放松的 而且超多人都知道你啊 都认识你啊 没有啦 感觉团队就是一个很熱情的地方 团队真的超多好吃的喔 然后也很感谢就是 园林在地人也都这么的爱戴我 今天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大家拜拜